苗栗县县长中东景去年竞选遭到的国民党开除党籍 当省的中东景透过了律师向法院提出了确认党籍之诉 经过了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居中协调 以蓝军团结为优先 苗栗县县长中东景表示 近期将请律师撤回确认党籍之诉 未来将会依照国民党内寻求申诉的管道来救济 这是目前收到最新的讯息 媒体报道呢 朱立伦将循着搏攻模式 力推新北市长侯友宜 时事评论员张雨萱就反问了 朱立伦这时候做求给侯友宜是帮谁解套 选民只会认为现在问题事出在侯友宜身上并无帮助 朱立伦现在讲做诚意也好 基本上已经到表面张力了 什么叫表面张力 表面张力就是说他再多基本上就要流出来就要破了 感觉他把一切能够进的善意都已经进了 问题是这是替谁解压 现在需要被解压的人是谁 这个到底是替朱立伦本人解压还是替侯友宜解压 所以我先前一再提及 我说朱立伦你可以不做穿越剑 就是你可以表态说自己对于总统大卫 没有要加入民调等意思表达 但是最主要是你作为党主席你应该去当那个所欠的东风 他今天说我是来作囚的 我今天会竭尽所能的让这个侯友宜有办法出现 但你在这个时机点去抛出这样子相关论述 只是有达成一个效果 就是人家会觉得那问题不是出在朱主席身上 因为你就是希望外界得到这样一个讯号 他要帮自己解套 对嘛那是不是现在过去 在侯友宜那段其实很多人都说这个朱立伦卡侯了 所以把责任归咎在这个党主席这边 他现在把这个压力全部释放了 问题是侯友宜原定是到七八月才要表态 那你现在这个压力不是全部又都甩到侯友宜身上吗 所以我就问这个到底是对谁有意 主席总处预估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恐怕将维持在2%上下 国内的通膨压力是居高不下 而对此台北市议员游淑慧表示 不只是CPI已经连续两年突破了通膨警戒线的2% 2月的重要民生物资CPI更是达到了5.54% 所以游淑慧指呼我们缺的根本已经不是淡了 而是缺钱 游淑慧也痛批说国民党的执政的时候 邮电双掌民进党疯狂的批评 而民进党执政了万物皆掌 当初批评的人却是默不作神了 时事批论员黄阳明就分析了 国民党党内选举办法都没有 侯友宜可能认为只有自己要选其实不然 我觉得侯友宜其实大概整个 国民党的态势在现阶段 毕竟民调上面他是领先 这是他最大的底气 那我最近也在讲 就是说国民党 即便我们确实是说 我说当今天蓝绿两党的动态 民进党已经快要定于一尊 已经礼拜五就会有一个解答的时候 那国民党现在还没有任何 你不要讲什么人选 连办法都还没有 现在连具体的怎么提名 整个时程都还没有 现在都还是什么党政人士不具名 然后就讲说可能会怎么样 可能会怎么样 那这个是会造成所谓的支持者的焦虑 但是你说这个表不表态 老实说我认为 其实侯友宜某种程度叫做社会性表态 有一个名词叫社会性死亡 它就是社会性表态 就是全部的人都知道你要选 但你就是不松口 那这个表态的用意就在于说 除非他说他不选 否则基本上就是往要选的方向前进 也就是说像赖清德 某种程度跟赖清德一样 赖清德就是全党都已经知道他要选了 就没有表态的问题 那侯友宜如果认为 国民党的情况也很单纯 因为整个社会氛围就是我要选 那他真的可以不表态 真的可以 但问题就在于说 现在国民党看起来不是只有他要选 最近有一份报告公布了 县市首长网络的好感度 非六都首长好感度的前三名 分别是彰化县长王惠美 基隆市长谢国良 还有南投县长许淑华 对此脸书粉砖郑克爽说 民进党在去年九合一大选大败 嘉义县长翁张良 屏东县长周春敏 网络好感度没有到前三 民进党应该要好好检讨了 南部毕竟是民进党的铁票仓 而值得一提的是谢国良 灭对民进党的大规模的攻击 好感度依然是很高 这说明了会做事 不用害怕抹黑 他说金子早晚会发光 郑克爽就希望说 台湾的政治能够越来越好 人民也可以分辨清楚 是谁在恶意带风向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他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 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 一直喷酒精 好但是呢 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好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